各位路人甲乙丙丁 大家好 這一集我們來談B式定理的證明 B式定理其實就是在指 有一個已知的直角三角形 它的三邊長為abc 那直角對邊的這個為c 那這個對邊的邊長平方等於另外兩邊的邊長平方和 也就是c平方等於a平方加b平方 那這是一個非常好用的一條公式 它有300多種的證明方法 那這邊是我推薦比較容易理解的一種證明方式 首先我們將這樣一個直角三角形 複製成四個 然後按照這樣的方式去排列 那因為我們都把90度的腳放在外面 所以最外面這一個是一個正方形 並沒有問題 因為它的兩個邊長都是a加b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中間這一個是正方形嗎? 那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四個邊都是c了 那只要證明它的一個角度是90度 就能證明它是一個正方形 那我們已經知道三角形的內角合為180度 所以α加β一定是90度 這個邊是總共180度 那在扣掉α和β90度以後 γ角就是90度 所以我們就可以證明出中間的這一個是屬於一個正方形 它的邊長是c 接下來我們就做簡單的面積計算 去計算最外面這一個大的正方形面積 那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a加b 把總邊長算出來以後做平方 那另外一種方式就是 分別算出四個小的直角三角形 再加上中間的小正方形 也就是二分之一底乘以高 再乘上四塊三角形 然後再加上中間的c平方這一塊小正方形 於是經過簡單的計算以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a平方加b平方等於c平方 得證了異式定理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內容 掰掰